谷歌在药物治疗上积极地研究 谷歌一直以高效能搜索引擎和巨大的数据库而闻名于世 在智慧型眼镜刚要准备上市之际 谷歌已悄悄地展开了一项称为底线的研究项目 这个项目将收集从一开始的175位 到之后的几千位匿名人士的基因和细胞分子的信息 然后再建立一组极为完整的健康之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图片库 底线研究项目也将会聚集更多和更广泛的一套新数据 其希望是能帮助研究人员能尽早地检测出致命 如心脏病和癌症等疾病 并促使药物能多用在预防而非治疗而已 50岁的分子生物学家 并且在底线研究项目带领70到100位 包括生理学、生物化学、光学、影像学 和分子生物学在内等各方面领域专家的 安德鲁·康瑞德博士解释说 因为对于任何复杂的系统来说 一定会主动地出现一些问题的征兆 所以我们并不是在做革命性的研究 而只是提出像 如果我们真的想积极和主动些 那么到底我们应该要了解些什么等问题 在你动手之前最好先知道问题是出在哪里 该项目将不但不会局限于那些特定的疾病 它还会利用各式各样新的诊断工具来收集数百个不同的样本 然后谷歌将利用其庞大的计算能力 把埋在信息堆里的一些模型样本或生物性特征一一翻找出来 其目的就是希望医学研究人员可以利用这些生物性特征 尽早侦测出任何的疾病 目前的研究多半是针对已发病的患者 所以被发现的生物性特征 大部分都是涉及到疾病的后期 参与康瑞德博士底线研究项目一年多的 史丹佛大学医学院放射科主任 山姆·甘比尔博士就表示 至今研究人员一直是以不同的已知结果 试图在疾病未发期 就能将其定位出来 康瑞德博士和甘比尔博士都承认 这个项目是一个大不要尽未知的尝试 这是因为人的身体是如此的复杂 并且我们对于去养核糖核酸、酶和蛋白质之间的相互作用 以及像饮食等环境因素的影响会是如何 知道的太少 这个创举便可能让研究人员 借着揭开一些生物性特征的面纱 而对疾病有进一步的认识 不过 谷歌的这个将成千上万人 深入至细胞分子的身体结构 凉弱执掌的想法 还是引发了隐私和公平性的重要问题 虽然谷歌以切解表示 从底线研究项目得到的信息将是不具名 并仅限使用于医疗和健康的目的 但未来这些数据 对保险公司来说一定会是无价之保 而更令人心寒的普通用途 可能会发生在一般的工作面试或求婚的时刻 不许可否认为感觉和生物性的重量